多倫多公校总教育局去年年底 推出一项无症状新冠检测实验 实验近日得出的数据表明 学生中无症状新冠感染者人数不多 而学生父母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案例就相对较多 该实验结果证明了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此前发布的结论 也就是说学校占社区总体感染的比重较少 这项实验在11月底12月初进行 实验对象为大多倫多地区11所公立学校的师生 以及所在的家庭 实验在所有参与者志愿基础上进行 参与实验的学校包括多倫多西区的斯旺西公校 劳伦斯公园中学 以及士加宝的皮尔逊中学等 检测人数累计超过1000人 其中教师和学生中发现新冠无症状攜带者的比例很少 而根据实验结果 家长中无症状感染人数就远高于教师和学生 例如桑克里夫社区中的六所学校中 共有66名学生参与了这一项实验 学生和教师分别有25人和2人感染 而在71名参与实验的家长中 受感染的人数就高达53人 对于实验结果 加拿大传染病学专家库尔福特表示 这个结果证实在大多倫多地区的学校系统里面 目前推出的公共卫生措施在防疫方面是有效的 学校传播也不是目前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 而多倫多市教育委员皮海解释说 斯旺西地区和劳伦斯公园不同的实验数据说明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 独立屋占比例相对较少 边缘化家庭占比例多 疫情就会趋向严重 因此他建议政府在这方面入手 扩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地区和家庭的检测范围 并采取提供有新病假 多进行检测等措施 更有针对性地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感谢多区 点ril 但是能量 但是能量 感谢观看